这款是远回外按摩床带牵引拉伸的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把牵引的带子给它固定好 一共是两个带子 一个是腰围部的 另外一个是肋骨处的 那么我们把安全带固定好以后 把我们的上臂的支臂 然后固定到腋下进行固定 脚部的话还有踝关节的 这个脚部的一个固定装置 那么我们把这个全部装上以后呢 我们只需要点击 我们按钮上面的牵引按键 根据病人能承受的强度 然后我们点击牵引 进行手动的一个牵拉 可以有助于我们椎间盘的疼痛的缓解 以及我们椎间盘的一些突出问题 那么进行牵拉的时候 我们患者能承受的最大力度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牵引拉伸以后呢 我们这个设备还可以再进行另外的按摩功能 那么在进行按摩功能的时候呢 上面有我们的选择部位 全身或者是局部 可以去进行一个滚动的按摩 比如说我们去选择某一个部位 上半身或者是全身 下面我们以全身为例 选好以后可以点击启动 启动治疗 然后再牵引的时候还可以再加上热敷的功效 热敷的功效的话是35度的温度 那么35度达到温度以后呢 它会自动保持恒温 进行全身的热疗 以及滚动按摩 进行全身治疗 所以这款设备的话 可以进行人体的肌肉放松 以及疼痛缓解 而且还可以简单的进行腰椎的这个牵引拉伸治疗 也是非常多功能 非常实用的一款阿摩理疗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gymnasium 请再加上 Rubin